在我身后就是实现李白的目桌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拜议他一下 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 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在史书记载当中啊 李白好像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工作 不是上班族 当过几天官 但是也做的不长 但是他整天游山玩水 到处写诗 还能天天喝好酒 为什么呢 没有钱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 同样我们都是创作者 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我可以住在车里 但是李白到各个地方 又有酒喝 又有湿血 是吧 还有美景好看 差别好大 同样是创作者 我心里面好像不是特别舒服啊 当然了 咱这是癞蛤蟆 不能和天鹅相比啊 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自身家里面就有钱 李白 他爸叫李克 早前他们家是在今天的吉尔吉斯坦境内啊 做中外贸易 搞边境贸易的谁家缺钱了 后来他们又举家搬迁到了四川 搞码头货运 也是搞商品运输 那一类的啊 也是商人 经商之家 不会缺钱的 所以说自己家里面给的就很足 有钱 是一个富二代 到了后面 他又先后做了两次商门女婿 一次 在湖北 一次是在河南 这两家的话 曾经都出过宰相啊 是明媚忘卒 家里面自然也是不会缺钱的 你想想 自己家里有钱 自己所组成的家庭里面 也有钱 肯定是不筹钱了 再者的话 人家的文学造语非常的高 名气非常的大 走到哪个地方 总得有点润笔费吧 现在动不动一个大师 写几个字 你不给他一点润笔费 是不是 那肯定也不合适吧 像李白 放到现在的话 你不给他个 叉叉叉叉叉 是吧 多给他一些 他能给你写吗 当然了 咱是以小人之心 夺俊子之父啊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赠我情 这背后的故事 就是汪伦邀请李白 到他的家中 林良的时候 汪伦赠予他很多东西 里面有很多朋友啊 这些朋友的友情啊 是非常的值钱的 非常的珍贵的 所以说大家知道了吧 如果你还想游山玩水 还不想好好工作 除非你是个富二代 或者是抱个大腿 也没问题啊